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,清朝康熙四十七年,八阿哥应四因为在举荐新太子之事上表现得太过抢眼,被康熙帝下旨问罪。 九阿哥应堂听闻后,竟然怀揣一瓶毒药,打算和应四共存亡。 应堂这一举动,让他的父亲康熙帝十分震惊。 康熙帝一怒之下,打了应堂两巴掌,并怒斥他,这种行为是梁山坡意气,不是人臣所为。 应堂不服,他和十四阿哥应之为应四教区,引得康熙帝怒耳拔刀,要不是五阿哥应其牢牢地抱住康熙帝的腿,当时可能就要血见欲揭了。 在大部分文学或影视作品中,九阿哥应堂都是反派。 其实,在青史中,应堂不仅聪慧过人,而且极重情义。 不过,由于战错了队伍,应堂最终凄惨收场,让人唏嘘。 本集,小编将和大家分享康熙帝的第九子应堂,希望通过他的故事,来让大家了解一段不一样的青史。 一,一飞入青宫,应堂游祸宠。 爱心觉罗,应堂,康熙帝第九子,根据青圣祖实录。 卷之111,记载。 康熙22年8月,丙迎,皇子允堂生,母一妃郭罗罗氏。 印堂的生母,就是大名鼎鼎的一妃郭罗罗氏。 在康熙的后宫中,一妃的地位,是较为特殊的。 一妃郭罗罗氏,出身于湘黄旗,旗父是湘黄旗圣经左领。 康熙16年,郭罗罗氏以秀女的身份被入宫。 因为相貌和品格都比较出众,被康熙帝选中。 一妃非常得康熙帝的宠爱,她入宫仅四个月,就被封为一妃。 康熙20年,一妃被封为一妃。 当时,惠妃,荣妃,得妃。 一妃,合称四妃。 一妃是四妃中年龄最小,资历最浅的,但她最得宠。 永县路,记载。 一妃生皇五子,九子,眷顾最深。 一妃一共生了两个儿子,分别是五阿哥应旗,九阿哥应堂。 但因为,应旗出生的时候,郭罗罗氏还是怡平,按照亲公的规定,平位及以下的嫔妃不能抚养皇子。 所以,五阿哥应旗被送往皇贵妃佟家室,孝依仁皇后,那里抚养。 因为佟家室当时,已经抚养四阿哥应真,康熙帝怕她太过劳累,后来又把应旗送往孝慧张太后,康熙帝的嫡母,处抚养。 经过两次一手之后,应旗和姨妃之间的关系,并不清静,反而和祖母的关系最好。 应堂出生于康熙22年8月27日,她比八阿哥应四小两岁,比十阿哥应俄大41天。 应堂出生的时候,郭罗罗氏已经被封为怡妃,终于可以抚养自己的孩子,这让怡妃的是独知情发挥到了极致。 她几乎把所有的疼爱都给了应堂。 应堂小时候和应四、应俄等一起在上书房读书。 应堂聪明伶俐,许多儒家经典,她一学就会,过目不忘。 康熙帝对应堂也非常重视,她不仅让北宋词人秦官的后裔秦道然教应堂学问,还让葡萄牙传教士穆景远教导应堂数学和拉丁文。 应堂对语言和数学非常有天赋。 她小小年纪就掌握了汉、满、梦、拉丁五种语言文字,还在算学方面遥遥领先其他皇子,堪称皇子中的天才。 在当时诸位皇子中,除了太子应人以外,只有十二哥应俄出身最高。 应俄是温熙贵妃扭呼噜式的独子。 然而,应俄是尔曼憨,应堂和应俄一起读书学习时,二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。 依非更是予有荣焉,他把在五阿哥应齐身上丢失的母爱,全部倾注到应堂身上。 康熙帝有时候感慨,应堂如此聪慧,将来必定是朝堂两左。 所以,应堂小时候获得了康熙帝较多的宠爱和呵护。 应堂九岁时,曾因耳部幻庸感染,高烧昏迷,太医们束手无策。 康熙帝特的打破惯例,请西洋传教士入宫为应堂进行外科诊治,应堂因此痊愈。 应堂十岁时,康熙帝帝他到塞外行围。 这是应堂第一次参加围猎,他用短剑射中一头狐仔和两头小鹿。 康熙帝大喜,在群臣面前炫耀应堂文武俱佳。 这让其他皇子颇为嫉妒。 在封建社会,应堂一出生就锦衣玉食,实属第一幸运。 他聪慧过人,是第二幸运。 再加上父母疼爱,已是第三幸运。 可以说,应堂的童年生涯,是快乐且完美的。 哲明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曾说过,童年对人的一生影响极大。 人类后半生的性格和思维,大部分都在复刻他的童年时代。 应堂的少年得志没有受过大的挫折,造成了他青年时代的两大特点。 第一是骄傲且眼高手低,第二是单纯且缺少讨惠。 下面会印证这两点。 二,孝母且宠妻,众议护手足。 应堂年幼时单纯且人孝,面对一妃的疼爱,他也有反哺之情。 他出宫时,见到精巧或稀罕之物,必然会带回宫给母亲观赏。 康熙三十七年,印堂十五岁,单独在外开府。 其府邸位于铁狮子胡同东口,和巴阿哥印寺的府邸相邻。 这一年,康熙为印堂赐婚,其妻是满洲郑红旗都同董厄,彭春的女儿董厄氏。 董厄、彭春是康熙朝的名将,习义等公爵。 其祖先是清朝开国五大臣之一的董厄、和和礼。 也就是说,印堂之妻出身于义等公府,是将门贵女。 这也能看出康熙帝对印堂的重视。 成婚后,印堂夫妻的感情甚笃,经常一同入宫给长辈问安。 姨妃对这个儿媳妇非常满意。 可是,美中不足的是,董厄氏进门一年后仍没有身孕。 姨妃因为宠爱印堂,更加盼望印堂能早日添丁。 所以她要张罗着给印堂纳妾,印堂起初并未同意。 直到董厄氏三年未孕,印堂顶不住压力,这才那侧服进入门。 董厄氏进门的第七年,终于生下一女,但因为身体受损,从此再未怀孕,印堂对她呵护有加。 第二年,印堂的妾氏刘氏生下树子红枕,印堂直接将红圣报给嫡妻董厄氏来抚养。 董厄氏对红枕视如己出,待印堂被封为贝勒后,红枕也成为印堂的继承人,这是后话。 由此可见,印堂对妻子董厄氏还是十分维护的。 虽然董厄氏无子,但在印堂府邸仍然没人能取代她的地位。 左传,环宫十八年,终说,女有家,男有事,无相独业。 意思是,男子有了家事,就要尊重妻子。 纵观历史上有大作为之人,大多都会尊重自己的妻子。 因为那些忽略身边人感受的人,往往不懂得尊重大多数人的利益,从而失去了人心。 小编写此文,并非有一位印堂贴上什么高大上的标签,小编只是实事求是地分析她的性格。 因为接下来,她的这些性格,在政治斗争中都会体现。 康熙中后期,诸位皇子逐渐有了自己的势力。 这些年富力强的皇子们,逐渐不满足于现状,有了更高的政治追求。 而太子印仍被群狼还似,逐渐乱了方寸。 这就酿成了诸子夺嫡的局面。 关于这场夺嫡之争,最初的阵营并不清晰,至少在太子印仍第一次被废之前是这样。 印堂自幼和印四,印额一同长大,关系熟人。 但是,印堂并非一开始就支持印四打压太子。 亲圣祖十路,卷二三五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。 康熙四十七年,太子印仁第一次被废。 回京后,康熙让大阿哥印体,四阿哥印针,九阿哥印堂三人看守印仁。 当时,诸位大臣纷纷为太子求情。 康熙帝不堪其扰,下旨若是谁,还敢为印仁求情。 必将重罚之,这才强行压制住重臣。 这时,太子印仁子在狱中明冤,说自己并没有谋害父皇,都是遭人陷害。 印仁希望印体,印针和印堂三人将自己的话上奏给康熙帝。 印体是扳倒太子的主要人物,他肯定不想为印仁上奏,他以不敢违抗父亲旨意为由,拒绝了印仁的要求。 印针这个时候,也拿不定主意,只有印堂最为积极,印堂问印针。 四哥,这件事关系重大,我们应该替二哥上奏。 印针见印堂打算上奏,于是赶紧附和说,就是拼上性命,也要奏上一奏。 而后,印针带着印堂向康熙奏名印仁之言。 康熙夸奖印针信量过人,印针因此给康熙帝留下好印象。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,印堂虽然和印寺亲密,但他并没有对印仁落井下石。 最起码,印堂对印仁是尽了兄弟之意的。 三,祝八哥夺敌,引康熙拔刀。 既然印堂没有,一开始就打压印仁。 那他是什么才开始支持印寺的呢? 这要从接下来的推举新太子之事说起。 康熙四十七年,太子印仁被废后,朝堂更加混乱。 一些忠职的大臣为印仁求情,结果被康熙斥责。 大家见康熙似乎放弃了印仁,因此纷纷建议康熙帝重新立储。 《青史稿》卷二百二十,记载。 未及,上命诸大臣与诸皇子中举,可谓太子者。 康熙帝遂下旨,让百官推举新太子。 这时,印体,印寺等人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,尤其是印寺,他平时广结善缘,和九阿哥印堂,十阿哥印额,十四阿哥印之关系很好。 印寺打算拉拢众人,搏一搏前程。 《青史稿》,记载。 太子允仁计废,允四谋戴笠。 诸皇子允堂,允额,允之,诸大臣阿灵阿,厄伦黛,奎旭,王洪旭等,接负允四。 印寺的这个竞选团队可不得了,不仅有三位皇子鼎力相助,而且还有纽葫芦家族的阿灵阿,纳兰家族的奎旭,还有汉陵王洪旭等人。 小编重点说一下印堂。 此前我说过,印堂顾念和印仁的手足之情,他现在为何又支持印寺了呢? 其实这是不矛盾的,因为印堂是在康熙废掉印仁,并且下旨推举新太子的情况下,才转支持印寺的。 换句话说,印堂并不是脚踏两只船,也不是背信弃义,人家是奉旨推荐皇储。 正是因为这个奉旨,接下来才发生本集开篇时提到的《带毒药与印寺共存亡》的事情。 且说康熙下旨推荐新太子,八阿哥印寺一军突起,完全出乎康熙的意料。 这时,大阿哥印提又出了某额子,根据《亲圣祖实录》卷234,记载。 这段话比较长,大意是说,在印仁被囚禁时,大阿哥印提列举。 印仁的罪状,要求杀了印仁,而且说,不能脏了皇傅手,他亲自来执行。 康熙帝大怒,印提毫无手足之情,对印提失望至极。 印提见这一步走错了,转而支持印寺。 因为印寺小时候,是印提的生物会肥养大的。 为了给印寺增加砝码,印提又提到,之前有个叫张明德的道士,曾给印寺项面,说印寺有大富大贵之相。 说实话,大阿哥,印提真是昏招平出。 他这样一说,不仅没有帮到印寺,反而连累了印寺。 因为康熙帝听完印提的话,认定印寺早已和印提勾结。 二人一个在台前,一个在幕后,联合谋求太子之位,并且有谋害废太子印仁之嫌。 因此下旨,将印寺问罪。 印寺被捆起来。 印寺本来以为胜券在握,结果被大阿哥搅局,不能辩驳。 这时,印堂、印之等人不服。 印堂认为,推荐太子是康熙的旨意。 如今他们推荐的印寺高票当选。 可现在康熙竟然要治印寺的罪,那印寺也太怨了。 所以,印堂怀揣一瓶毒药,和印之一起要面见康熙帝,为八个冥冤,打算和印寺共存亡。 康熙帝听闻印堂的荒唐之举后,气得打了他两巴掌,说他是梁山伯义起。 印堂不服,和康熙帝顶嘴,轻石稿,记载。 印堂,印之入围,印寺营旧,尚怒,出佩刀。 印其跪报劝止,尚怒少解,仁欲诸皇子,义政大臣等,无宽印寺罪。 康熙被印堂和印之激怒,气得拔出佩刀诛杀二人。 这个时候,吴阿哥印其,作为印堂的亲哥哥,担心弟弟出事,赶紧跪下抱着康熙的腿劝解。 康熙帝这才慢慢消气。 最后,康熙帝觉得印堂、印之等人说的也有道理,便下旨释放印寺,但并没有承认印寺是冤枉的。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,印堂真是重情重义之人。 他为了心中所谓的正义,不惜豁出性命和皇父相抗。 这种事,如果褒奖起来是有情有义。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说,就是缺乏政治韬惠,不善于保护自己。 至少,四阿哥印真就不会做这样的事情。 四,九弟颇单纯,四哥真复仇。 康熙四十八年,诸位皇子矛盾激化。 康熙为了稳定朝局,经过一番心理斗争之后,决定复立太子印人。 同时,大封诸王。 青史稿,圣祖本纪,记载。 四十八年,悟武,册封皇三子印志成亲王,皇四子印真雍亲王,皇五子印齐横亲王,皇七子印又纯郡王,皇十子印俄敦郡王,皇九子印堂,皇十二子印桃,皇十四子印之据为贝勒。 注意,这一次,在康熙的皇子中,老大印提被囚禁,老二印仍被复立为太子,老八印四因为此前推举新太子之事失宠,老十三印祥,属于神秘消失,史料中没有记载。 其他几位年长的皇子,老六十腰折,几乎全部受封。 印堂在这里是有争议的,在《青史稿》上,他是被封为贝勒,而在《青圣祖十路》中,印堂仅仅被封为贝子。 但不管是贝勒还是贝子,他和十二哥印俄的郡王相比,其实都低了一级。 小编认为,印堂之所以比弟弟印俄绝位低,一方面是因为十二哥的生母是皇贵妃,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印堂在八阿哥之事上的表现,让康熙稍微有些失望。 康熙五十年,八阿哥印寺的生母梁妃为氏病逝,因为梁妃只是树妃,因此其他皇子不需要为梁妃扶桑。 印堂和印娥一起,每日给印寺送饭,还邀请朝中官员去调宴梁妃。 不仅如此,印堂和印娥还邀请印真一同去陪印寺首页,结果被印真拒绝。 由此可见,虽然印寺失势了,但印堂并没有和印寺有所疏远。 而且,在印堂心目中,四哥印真也和他关系较好,他希望能将印真拉入印寺的团队中。 所以小编说,印堂少年时的顺遂,让他中年时期识人不深,有非常单纯的一面。 小编有时候在想,若印堂生在一个普通士大夫家中,他或许是家族中最热络,最真性情的那个兄弟。 康熙五十一年,太子印仁第二次被废,康熙再未明确处为人选。 夺嫡之争,进入白热化。 这时,四阿哥印真也终于露出夺嫡的真面目,印堂终于明白四哥原来和自己不是一条心。 康熙五十七年,康熙帝派十四阿哥印之任服远大将军,率军远赴西宁。 而印额也被康熙帝任命统辖镇皇旗,满洲,蒙古,汉军,三旗。 印堂觉得他们的机会来了,因此愈加高调。 在印之过生日时,印堂一次信送给印之两万两银子和其他金银器皿。 印之也写信给印堂,说如果皇父身体欠安,一定要尽早告知于他。 这一时期,八爷党势力庞大,夺嫡之心路人皆知,成了印真最大的威胁。 因此,青史稿,记载,允额与允堂皆党父允寺,为世宗所悟。 可见,雍正帝恨印堂,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 同时,也看出印堂有沉不住气的一面。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,在未长达六十一年的康熙帝玄夜,在唱春元驾崩,根据《亲圣祖十录》,卷三百,记载,康熙林中传位给四阿哥印真时,印堂,印四,印额等人皆在踏前,看着觊觎很久的皇位,落入他人之手,印堂的内心定然充满不甘。 此后,印真登基,改缘雍正。 印堂等人为了避讳,纷纷改印为允。 雍正帝登基后,为了分化允四党羽,他一方面拉拢允四,封允四为廉亲王,另一方面,开始对允堂等人分机之。 允堂的倒霉日子,从雍正执掌黄泉的第一天便开始了。 康熙驾崩时,允堂的生母一飞正在病重,他伤心欲绝,无力行走。 只得坐着教练去康熙帝的灵前。 而且,抬教练的太监加快了速度,竟然走在了雍正之母德飞,即将被尊为太后,的前面。 雍正帝看到这一情况,大骂一飞甚属渐远,全然不知国体。 一飞是雍正帝的长辈,在康熙朝和德飞并列几十年,现在当众被雍正帝斥责,老脸都没地方割了。 雍正帝还大怒,要把给一飞抬教子的太监全部处死。 这是故意让一飞难堪。 实际上,雍正帝和一飞无冤无仇。 他这么做,很明显就是针对一飞的儿子允堂。 允堂从这一刻就知道,他接下来没有好日子了。 五,新帝下狠手,贝勒遭厄运。 雍正元年正月,雍正帝已遵循旧制,派遣王公往父君前为理由,将允堂派往西宁军中。 当时在西北领兵的允知已经被雍正召回,并且囚禁于皇陵。 在西北领兵的是雍正帝的亲姓年庚瑶。 允堂以母妃生病为由,拖延不去。 雍正帝大怒,亲自派人护送允堂前往西北。 允堂到西北后,经常与允额、允四通信。 不久后,年庚瑶给雍正帝上奏,说允堂纵容下人骚扰百姓,允正帝下旨,限制允堂的活动范围。 两个月后,允堂又被以为初营钦差为由,被急去贝勒绝位。 面对允正帝的反复找茬,允堂满腔愤慨,无处发现。 当年冬天,十二个允额在去张家口伴差的时候,祷告天帝,口中直呼雍正兴君,行为狂辈,被雍正帝安排在允额身边的人捅了出来。 允额因此成为继允之之后,第二个被囚禁之人。 第二年,雍正帝查抄允额的家时,发现了允堂给允额写的信中,有我们已失去夺取大位的机会之类的话。 根据《青史稿》记载。 允堂记允额书言世纪已失,其言由骇人。 雍正帝拿到这封信后,非常气愤。 下旨将允堂囚禁起来,并将他在京城的家人全部所拿,包括允堂的妻子董厄氏和他的儿子洪拯。 在允堂的家中,查到了允堂给儿子写的信,《青史稿》记载。 允堂司书,已闻,上见书记类西洋字,浅迟问允堂子洪拯,洪拯言允堂所造字也。 允堂给儿子用改造过的拉丁文写信,没人能看懂。 雍正只得问洪拯,洪拯说自己也不认识。 雍正帝知道洪拯肯定在骗自己,因此对允堂一家更为不满。 这里需要插一个故事,青年时代的允堂不仅重情重义, 而且乐善好施,他救济了很多江湖人士,因此很多人都对他感恩戴德。 允堂被雍正帝囚禁在西宁之后,山西有个姓灵湖的江湖人士,年轻时曾受过允堂的恩惠。 他听闻允堂遭难,半做货商来到西北,打算从军中将允堂救出来。 虽然灵湖大侠未能如愿,但却加速了允堂的死亡。 此事之后,雍正帝遂下旨将允堂用铁链捆起来,从西宁押送到河北宝定,交给直立总督李福看管。 等允堂到宝定的时候,已经是雍正四年五月,他经过一路的折磨,早已病体缠身。 在允堂去宝定的路上,雍正帝下旨及去允堂的黄袋子,改其名为塞丝黑。 与此同时,八个印寺也被雍正帝问罪下狱,改名为阿奇纳。 直立总督李福是雍正帝培养的心腹,在雍正帝的默许下,李福将允堂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屋子里。 炎炎夏日,允堂身披三条沉重的铁链,没有水喝。 允堂几度晕厥,李福几度用冷水将允堂浇醒。 允堂在宝定被囚禁三个月后,最终病亡,终年四十三岁。 十三天后,允四也死在了京城。 允堂去世后,他的儿子洪拯被雍正,乾隆合计囚禁了五十三年之久,等洪拯出狱,已经七十三岁。 垂垂老矣,半生近毁,与明朝的建树人和其相似。 允堂是康熙帝诸子中最为聪慧的一个。 可惜,他的少年得志让他多了一些单纯和想当然。 再加上他的四哥雍正帝是一位雅字必报的君主,允堂的结局注定不会太好。 小编认为,在清史上,雍正帝是一个难得的好皇帝。 但是,他对待允四、允堂等人,的确太过冷酷。 诗经,小雅,脚弓,约,此令兄弟,绰绰有欲。 不令兄弟,交相为欲。 意思是,和睦相爱的好兄弟,生活宽淑又舒心。 勾心斗角的坏兄弟,只会相互伤害。 本字同根生,相间和太极。 小编写本集,并非为允堂洗白。 小编只是为封建帝王之家的手足相残而感慨。 参考资料。 青史稿,青史讲义,青史路,永县路,雍正帝陵历史之谜等。 好了,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。 感谢您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